欢迎收看小高 对于李盈莹的球迷来说 近期最好的消息 莫过于土耳其媒体爆出的消息 众所皆知 从22岁的时候 当看到刘洋的朱婷实力的替身 李盈莹就一直想要通过 加入更高水平的舞台去提升自己 只不过天津女排这边 为了保障冠军 为了冲击冠军 李盈莹的留言计划一直被耽搁 而在近期 土耳其媒体爆出 李盈莹在本赛季排超联赛结束后 将开启刘洋 该媒体更是爆出了 李盈莹已经和土耳其女排球队 伊萨俱乐部达成了协议 李盈莹将在25-26赛季 加盟球队 开启刘洋 加盟土耳其联赛球队 这也让很多球迷 为李盈莹感到开心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事情竟然很快有了反转 李盈莹能够前往土耳其 李盈莹能够开启刘洋吗 多个资深的排球媒体人 也是对于这个事情进行了分析 根据介绍 首先可以肯定的第一点是 李盈莹能不能开启刘洋 这个事情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李盈莹 甚至天机女排都不能直接拍板 为什么呢 其次媒体人也从总局的相关文件中的规定 进行了分析 一来球员出国打球的话 需要自己洗衣 做饭 租房 请翻译等等 二来球员的收入要按照比例 上缴给所属的俱乐部 这也意味着俱乐部要同意 球员才有机会流洋 三来是如今的国手想要出国打球 走的渠道都是公派 所以想要流洋 仅仅是李盈莹和天机女排同意是不行的 还要经过中国排协的申请和审核 这也意味着李盈莹流洋吐钞联赛的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过讲真的 这件事情上 作为排管中心主任的赖亚文后续 真的不该犯错 为什么呢 李盈莹马上就要25岁了 如果李盈莹还是不能得到 前往土耳其流洋的机会 接下来 等到李盈莹27 28岁再出去流洋的时候 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李盈莹如今的提升 是为了能够帮助中国女排回到巅峰 等到27 28岁再出去 一来 李盈莹的技术动作已经成形 身上已经没有太多的潜力可以挖 二来是等待李盈莹27 28岁的时候 也就是2028年 洛杉矶奥运会结束的时候 当新的奥运会周期开始的时候 李盈莹很难再进入那个周期 流洋也变得没有意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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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